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为了阻止国内科技明星企业涌向海外 上海证交所推出的科创版 7月25号进入了第四个交易日 截至到收市 25只股票当中有23只上升 两家下跌 升幅最大的是天准科技 收升15.03% 平均的升幅是5.48% 总成交额超过了290亿人民币 科创版股票四天当中 出现大幅的震荡起落 《华尔街日报》称之为是剧烈波动 上市的第一天遭到了爆炒 25只股票大涨84%到400% 这个区间不等 成交额是485亿 第二天又大幅回落 回落了9% 只有230亿的成交额 那到了昨天 又出现了全线收升 平均升幅是11.39% 总成交额是227.47亿 这种大起大落的表现 虽然与科创版在新股上市后 5个交易日当中不限制涨跌幅度有关 但还是引起很多人的质疑 科创版能不能走出这个震荡怪圈 能不能成为中国版的纳斯达克 大家知道这个纳斯达克是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交易市场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当中 大多是以高科技公司为主 比如微软 苹果 英特尔 戴尔 斯科等等 成立这样的一个正确交易市场 一直都是中共的梦想 可是始终没有如愿 中国知名的那几家科技企业 比如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京东等等 都在大陆以外上市 A股始终见不到这样的科技巨头 说来这是股市监管层的一个尴尬 当然也是股民的遗憾了 那么科创版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能帮助中共圆这个梦吗 我们或许可以从创业版那里借鉴一点经验 把它跟科创版做一下对比 中共2009年在深交所启动了创业版 2013年新三版股转系统 也开始向全国接受企业挂牌申请 中共这两次大动作目的都是一样 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纳斯达克 但是中共愿望都落空了 用网络流行的一句话说 就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2010年6月的时候 创业版当时的指数还只是1000点 但是9年过去了 上个月底创业版的指数也只有1511点左右 9年的累计回报率大约也就是50% 年的话回报就是4.7% 这个让投资者是相当失望 但是这个科创版不同 前四天除了第二天大幅回落之外 其余的三天都是大幅上涨 投资者总体收益应该说还不错 比创业版的这个回报率高了很多 可是大家知道 科创版这个是中共大力支持的 中共一定会想办法吸引更多的人注意 再加上刚开版的这些股票 吸引人的眼球也并不意外 在美国股市许多热门股票上市的第一天 那也会出现大涨 这个几乎就是一种常态了 另外 经常接触股市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国外的股市一些科技股上市 那开始几天 股票价格的波动也经常有大幅的波动 有的时候是连涨 有的时候是连跌 那些股票在第一次公开募股之后 有的开盘第一天就上涨30%到40% 金融时报表示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但美国股市跟中国大陆的股市 还有所不同 我们知道美国股市 基本上就是随着市场在变化 可是大陆股市 它是除了市场的因素之外 还有中共的政治因素 这个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那是非常大的 众所周知 中共内部经常有派系的权斗 再加上目前的这个美容贸易战 这就是中国的科创公司 生态环境相当不稳定 有的是卷介了中共的派系争斗 有的则是夹在了贸易冲突当中 在苦苦挣扎 我们就说阿里巴巴 曾经在美国上市 但是6月却传出要回到香港去上市 新浪财经说 阿里回港上市可以完善融资渠道 有利业务扩张 但是这种说法 在美中贸易战激战震撼的这个背景下 显得就有些苍白 我们单凭股市来说 美国的这个股市环境比香港稳定的多 另外大家知道 马云曾经在川普就任总统前 亲口说要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 但是川普对中共越来越强硬之后 马云根本不提了 马云就是根据中共的需要在做事 他不敢自己做主 那么阿里撤出美国 很可能就是北京打贸易战的一位棋子 被下令撤出 再说这个曾经的股王腾讯 股价一直在持续下跌 原因是他的这个游戏业务 受到了中共打压 有学者指出 腾讯被打压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很好的配合中共 因为大陆多起群体抗争事件 都是在用腾讯旗下的这个微信进行联系 这惹怒了中共 我们从阿里和腾讯的身上就可以看出 中共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 那这些又都影响着股价的涨落 我们知道这跟中共的体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企业想要发展壮大 大多它是要仰赖着中共的支持 所以这种情况就造成他们摆脱不了中共的控制 另外 现在的科创版 中共只是从申请上市的100个股票当中 挑选了25支 这就给投资者的选择空间非常小 很容易让人忽略这些公司的基本面 《华尔街日报》表示 投资者很可能没有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考虑进去 就是说 投资者目前很可能没有意识到 科创版整体上涨 很可能是被科创版面给带动着上涨 并不是公司的基本盘面 这就好比这个海水的涨落 我们知道涨潮的时候 水里的那些大鱼 小鱼 虾米 贝类 水草等等 那都跟着上来了 可是海水退下去呢 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看到哪些有什么区别 谁行谁不行 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是说 当这个热度过去之后 科创版究竟能行不能行 慢慢就会显露出来 那么这个时间也许是两三年 也许更长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是正在急速下滑 自身的顾及所带来的问题 正在逐渐的显现 这样的背景下 科创版像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有一位广西防城港市的网友 留言是这么说 如果能成为纳斯达克 我在此一人发一千美元 见者有份 这是一句笑谈了 但可能却代表着很多人的观点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